人行道上知名主播主的 連鎖炸雞店看板超顯眼 這大型看板佔用了 人行道大半的空間 一旁還有機車停車位 儘留的空間要與人錯身而過 顯得有點困難 只有網友拍影片PO文 說附近就是學校 因向學生通行 原本想要去找店家反應 但看到店名直接放棄了 就多一塊出來 其實有滿多店家應該都這樣 只是這間店剛好是因為 最近的那個發燒的事件 所以才有一點備受爭議 沒錯 知名直播主爆衝突 連鎖炸雞店違規 更加惹人非議 來的時候 我們是員工會來的時候是這樣 定於說炸雞店的前身 是牛肉湯店 早就違規佔用人行道 但警方表示 炸雞店去年9月準備開張時 就稱接貨檢舉 9月5日已經有接貨 民眾檢舉在案 那以派員查明 系屬固定式的建築物 那本分局立即轉報 市府公務局以全責來做辦理 另外今年1月2號 再次接貨民眾檢舉 即義規定轉公務局做餐處 熱零拆除然後並罰款 然後罰款的部分是 3萬以上4萬以下的罰款 我們給他10天改善 大概是到2月10號 2月14號他還沒有拆的話 我們可能就會罰款並拆除 五個月來被檢舉兩次 竟然還沒拆除 公務局執行力的牛部話 真的讓台南市民大開眼界 TVBS新聞顧守昌 台南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